前身是天翔戏院的阿斯玛丽井大饭店 举办了爱香水绘本展还有说故事活动 也向花莲县郭子舅文化艺术基金会认购200册绘本 在一楼打造阅读空间,让亲子现场阅读 而同时还邀请到故事妈妈为早聊孩童说故事 未来每两个星期会有一次陪伴更多孩子来阅读 爱香水绘本展说故事活动 由阿斯玛丽井大饭店副总周玉琳发起 希望透过展览及说故事的方式 将绘本世界的美好传递分享给早聊机构及更多的孩童们 与时携手过着旧文化艺术基金会 认购200册的典藏国内外丰富绘本图画书 提供饭店一楼茶坊打造成阅读空间 让亲子在饭店也能阅读翻阅 因为所有的爱都在背后 我们接受爱你要给出爱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关的讯息 我们也希望能够传达出去 爱能够相随在我们身旁 也能够我们继续的爱所有的人 我们早期的时候就有在跟早聊协会 做一个义务的资源跟活动 那这一次是因为周老师的一个起心动念 他希望可以把一个绘本 然后用爱的方式传出去 那我觉得阿斯玛是一个 刚好可以提供一个欢聚欢乐的一个场所 因此我们促成了这一次的计划 藉由周老师的一个绘本 以及早聊协会的一个 说故事老师的一个合奔在一起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可以把爱传出去 开幕首场邀请二师祖 早聊孩童亲子来听故事 由经验丰富的台湾彩虹 爱家生命教育协会故事妈妈主持 爱相随绘本展说故事活动 即日起至5月20日指 4月10、17日和5月1日早上9点各有一场说故事活动 在一楼沟载尾查集 欢迎亲子报名 展期结束后这里人世亲子阅读空间 常态开放箱器免费使用 接着蒋邦彦华联士报导